这一次是由杨坤举办的 第一届 黑道大聚会 在他之前 我跟你说可能乔治活的时候举办过 剩下类似的人啊这就没人 那杨坤那是为了自己庆祝自己啊 从这个里面出来 这回啊杨坤准备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好好做做生意 最好别他妈的争情 我炸的再死几个兄弟翻不上 杨坤这回事实上 有自己的计划 那老铁 当年的交易男为什么再休五年 这次聚会上一亮相就炸庙了 老铁 那就是因为元南他们这些人的特点 那你想想元南跟小双 一人穿个西装盖里的 紧接元南身后的兄弟 那哑巴洒滑藏了一墙 那小衣服一穿 两个小窟窿一漏 底下穿的鞋咱别说了啊 埋着股摊的 反正去这边嗨的 就那种洒滑眼睛直勾的 哑巴啊吧 挺新鲜 超点这个还扒着洒滑的 那意思那是啥玩意儿 啥话瞅瞅你问我呀 我哪知道啊 这些人一个横广直逛 这屋里面这些人就懵逼了 这都是干啥的 这谁呀 瞅那杨坤大哥还挺客气 去别人杨坤大哥 拿站子一过来 哎呀 坤哥恭喜恭喜啊 杨坤讲话 你好你好 哎呀 普顺哪 去上空面啊 找个地方 他妈到这个 杨坤是特意跑过去的 那哪呢 来了 给你们留一桌啊 特意的给后面的 那谁啊 小刀啊 领他们过去 啊 讲话了啊 小刀瞅着这帮人 小刀新讲话了 你们这是他们 韩正五大哥呢 今天来的都是 有头有脸的 哈是这些社会的啊 那你说 不是社会 他也是沾点伤 沾点伤 他也是沾点黑 都是这些人 你瞅这些人的造型 一个一个的啊 再瞅他们傻 哑巴脚底 还穿个荒胶鞋 啊 给他小刀气坏 小刀讲话 走走走 这边 那别人一看 说这怎么就是 郊远男呢 对呀 那么小胖 有点微胖 那个他就郊远男 后面那那是藏君 真是他们文明 不如一见 一见不如不见的 小点声 不是 都说郊远男挺牛逼 怎么这兄弟 一个个奇形怪状 好像他们哪个 培制班的出来 不要命了你啊 别吃事 别吃事 啊 这不嘛 老体啊 你看敢说不敢说的啊 反正私下瞅的 都像瞅怪物似的 越南他们这就坐着的 本身他的团伙 也是个另类的团伙 往这后面 这个桌一坐 老体啊 越南往这一坐 这时候啊 哎 哎 唐立强也好 这个张军也罢 这都坐这个 啊 哑巴讲话 没开饭呢 这会儿没啥菜呀 底下有点糖块 瓜子啥的 压不上去抓两把 跟撒滑一分啊 唐立强也上去 咔咔 把他开破 突一地 啊 就在此时 嘿 园南呢 咱说呢 斜对面有这么一桌 这桌起身 一个大哥 就过起来 我看那个手艺肉 过去打个招 这大哥呀 来到园南 跟张军跟前 一敲足 哎呀 啊 那个南哥来了 哈 今儿个 张军跟 军南回头一吵 说这人是谁呀 老铁 啊 这人不是别人 啊 这人是他们的 前段时间呢 刚把人凶的 给干死的 老高的大哥 平方去的大哥 刘诗磊 啊 刘诗磊 磊哥 你瞅越南 他比越南 他们都大 见来客气 去的 南哥 啊 今儿个啊 哎 原南臭臭 哎呀 来了哥们 来了来了来了 啊 这不坤哥 早吃饭 啊 啊 原南讲话 在哪书呢 我在平房去 那书呢 原南臭一眼 啊 没事 你过去吧 哎 哎哎哎 哎 过去了啊 要他这打电话啊 原南臭一眼 这会儿 原南刚基本 打发完他 紧接着 旁边 啊 老铁又来人了 一拍原南肩膀 哎呀 哥们 来了啊 过来给你打成招 趁没吃饭之前 啊 原南抬头一瞅 哎我操 这不松北大哥 彪哥吗 啊 也没原南咳过 老铁啊 啊 他兄弟被 这边赵福斯 这个送上路了 杨彪 还记得吧 松北那大哥 哎 松北大哥臭原南 他没叫哥 他讲话了 哎呀 来了哥们 原来头儿了啊 来了 你啊 你也跟坤哥认识啊 坤哥找吃饭 过来溜达溜达 给你打个招 啊 哎呀 今儿个今儿个 哎 张军瞅瞅瞅 好 啊 行了 回去了 这时候老铁啊 紧接的 那就是陆续的 啊 杜海诚大哥 哎 等等吧 那咱就不一一说了 包括军英大哥 啊 都在这都碰着了 啊 军英一瞅 哎呀 啊 原南一瞅 哎呀 哎都点头了啊 这会儿咱就不说那啥了 也就在此时 我看见他妈的一个熟人 嗯 我过去溜溜的啊 于是张军起身就奔那桌去了 啊 傻滑的跟张军瞅瞅 谁啊 就是啊 说说说说说 哎 张军就奔那桌来了 那老铁 他奔那桌是哪桌呢 他奔那桌啊 老铁啊 是这个 乡房区的那一桌 哎 那那一桌 也就是 这玩意肯定会暗区 当时这个乡房区的这一桌 老铁啊 就有就就不少人啊 哎 这个人说 谁呢 哎 乡房区小黑夜呢 都在这个啊 都在这桌呢啊 那这个人张军往那一过 扒了一个响 来来来来来 就往那边让一让 让一让 没个眼力见呢 啊 那小瞅瞅 哎 张军不是散了也没自私 散一边 张军巴往那一桌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不毛哥们 这么巧啊 啊 咋的 他妈看见 南哥跟我不去打招去呢 啊 谁呀老天 乡房区的大哥 啊 乔瑞平毛子 还记得吧 啊 老天 张军那辆车不就熊毛子 那边追走 对不 哎 帮他办事嘛 啊 讲话 毛子在我那 瞅他妈张军他们上线 他也没招啊 车都给熊起来 也也也 哈哈哈哈 不是 那个 咋的 啥不是啊 你不是我不是啊 装大哥了现在 牛逼了 见面不打招了 啊 给毛子说的脸一正红一正白 毛子你看在他们面前不行 你在香港区也挺好指的 这时候小黑他们还不如毛子呢 就真正战斗力 哎 或者社会的名字 毛子毕竟也是老胖 毛子脸干透红 不是 我 我这不 我这不怕打扰你跟那个南哥 这个 啊 小南你们那个老车吗 我就没过去 操 哎 哎 那个 都带钱呗 哎 咋的 我这都带钱呗 这是 毛子讲话 带了带了点 不不都 咋就讲话了 不多 这不就多些 不多呀 借我点啊 有没有套出来 那个 那个 就带了 两千多块钱 没多带 没干啥没玩 啊 两千多块钱 没了 没了 真没了 你看 你看 哎 哎 哎 操 你说你这不一个大哥 集的出门就揣 这不两千来不见 啊 你这不不如我操 行了 啊 回去了啊 哎 张军转身 回去了 啊 这桌人干愣了 乡方区他有不认识张军 这个人到底咋啥样呢 不知道这人是干啥的呀 有几个三流车会 就问这个毛子 毛哥 谁呀 这 张军就这毛病吗 上来就这边墙 就就摸 摸他兜 见一次翻一次兜 这 啊 讲话呢 啊 跟他妈 余术花博 李强 这不都一个毛病吗 啊 毛子当时被洗劫了 毛子瞅瞅 这帮人老尴尬了 这兜他最大呀 毛哥 他大哥他叫张军 啊 好哥们 好哥们 跟谁 他俩好哥 跟你好哥 毛哥 跟我好哥 啊 愿意开个玩笑 哎呀 一见我面子就不开玩笑 一见我面子开玩笑 那么交 交也男跟张军嘛 哎呀 没啥事 开玩笑 有人看明白没了 说开鸡毛玩笑 你眼也给熊了 但是有些人啊 不知道咋回事 还喝 开玩笑 毛子讲话 一见面就开玩笑 一见面就开玩笑 哎呀 毛子给自己找个面 多丢人呢 在这公开场所 让人家张军 巴巴巴小兜一顿烦 老鞋 有没有我去经历的小叔叔 我跟哪个阿姨碰巧 学校那小就翻过兜了 张军上学的时候 可能就抢劫 他是养成习惯了 不多 就三百五百 他也不想我少 他就抢 这张军一回去 往那一坐 哎 越南瞅瞅 你干啥去了 越南没注意啊 跟别人打招呼呢 啊 杜海平 杜海平大哥咋打招呼 张军瞅瞅 怎么嘛 借点钱花 给毛子那个阿姨 他妈挣两千多块钱 越南一瞅 别瞎气吧 杨坤 坤哥找的一人朋友 啥子 你别瞎 多几巴等 等啥呀 等你不花呀 哎呀 傻花还丑 就是个有我分呗 鬼边 愿意去不花 自己跟哑巴 你没事去抢呗 怎么我这一几巴 抢点东西 你们懂瞅呢 啊 傻花讲话的 你上次不说你 你再抢东西 给我分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张军 做那个啊 康立强瞅瞅瞅 你妈的 你这这 场子都不分 啊 康立强也没抢 那话不多说 咱说了 这陆续的人 这就到了啊 南来的北往的加姆斯克港的 反正哈尔滨的 什么乡房的 到里的到外的平房的 啊 这个是 这就讲话了啊 来差不多了 二十多 基本上就坐满了 那也就在这时候 杨坤上台 那就要说几句了啊 小刀讲话 说现在啊 有请我坤哥 啊 这个讲几句话啊 也欢迎大家的到场啊 说给 说白了 他可能是以一个什么杨坤的声 啥为 为借口 但其实不是杨坤的声 是杨坤的 从里边出来 他要庆祝一下 这么个事 说今天有请我坤哥的声 我坤哥讲两句 这杨坤大哥拿着麦克风 哎 就上台了 那也就在杨坤大哥 拿着麦克风 上台的时候 啊 说 哈尔滨的那些 这个哥们们啊 男女老少们 老少爷们们 我杨坤呢 今天呢 哎 算是这个好日子 是我杨坤的声啊 杨坤呢 也是前两天出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 啊 但是呢 我这出来了 跟大伙啊 也是见见面啊 连着连着感情啊 那个 还没等说啥呢 老铁 就听到外面啊 一阵嘈杂的 这个脚步声 紧接着半嘴 就是 唱 让他杨坤出来 啊 让他滚出来 说他乌龟啊 唱 该要出来 谁啊 谁呀 屋里面离舞台远 的挺不清 离舞台近的 这边 昨儿挨的门口 就已经听差不多了 他这个地方 舞台离门 这个还挺近的 啊 那老铁 这事啊 还得从三天 以前说起 说就在三天之前 杨坤出的那一天 杨坤呢 刚好手下兄弟 说这个小刀啊 你们那个 以我的名义 啊 发这么一个 这个英雄帖 啊 把这个哈尔滨 割入的大哥人马 都给我请到 啊 每个地方派个代表 刚才今天不收礼 啊 就是请大伙吃点饭 连络连络感情 那这个消息 不进而走 就在三天 三天前的那天 中午时分吧 啊 在道理区的 一个办公室里边 啊 几个兄弟 跟着大哥就说了 说祝哥 那个 啊 有个小子姓孟啊 这小子姓孟 叫孟县舟了 哎 就说话了 说祝哥 听说没 杨坤出来了 跟小刀 杨坤跟小刀出来了 啥时候的事啊 就这两天 杨坤 啊 算他日子也差不多了 啊 带他们出来了 啊 出了出了呗 出了不出了 关键 这一次啊 老铁 谁说的也是谁啊 满力柱 啊 哈尔滨大哥满力柱 满力柱当年把杨坤 给扔进去的 就他找的关系 哎 说要关杨坤半年 但事实上 实际上关了杨坤三个月 那人说怎么关杨坤三个月 杨坤也找人呗 他俩白头关都挺他妈厉害 哎 但是还是满力柱 更胜一筹而已 出了出了呗 出了 出了咋的 啊 出了他不笑鼻听啊 不是 猪哥 他这一出了 他就不安分的 啊 这小子他妈得改外面啊 啊 杨坤讲话 不是叫马力柱讲话 咋的 他干啥 他现在给外面啊 可哪招签那事 说三天之后 要给梁茂大厦 说要举办什么第一届 哈尔滨什么什么 啊 什么 说是半生 但我感觉就像 他们古代那个武林盟主 好像要请个 他们什么英雄大会 广发英雄帖 都传到整个哈尔滨 这些江湖人士那 说那个杨坤大哥啊 请这边吃饭 说有重要相商 有什么重要事 我上他吃饭 吃饭吃饭没 那咋的 哥 这明显不就是 改这家子对抗你的吗 这明显不就是 拉人脉的吗 什么曹宾江啊 曹府顺的 小黑啊 什么歪脖子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这个杜海明啊 啊 什么 所有这些江湖 有点名气的人 他都抢去了 这不就明显 给他拉关系的吗 老铁 那当年长存的江湖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知道吗 哎 这边改这家请客 招呼吃饭 坐到那边 啊 赵三儿讲话的 东哥 那边他们一勇庆 请大伙吃饭 我感觉好像 他们要他们的 团结大伙要对抗你 这当时这个兄弟 叫孟宪州的 是这个谁呢 是满力柱的 手下四两八柱之一吧 哎 也是七八个狠言之一啊 满力柱手下 一定有兄弟 但满力柱不是 刀枪炮的 他打仗啥也不行啊 哎 但满力柱手下 兄弟躲他有钱呢 这孟宪州的说了 这柱哥 明显就是要拉拢人心 要他们干掌的 满力柱讲话的 这个就被杨坤 从他妈七七号出来 啊 说他妈磕头的那五六个 我都整死了了 扔进去了 啊 先救他妈 生他给外面的 啊 他害他妈得瑟 不消天 我估计这一次啊 他进去 他应该知道自己 半斤八两了吧 他应该有些手脸的吧 不用打理他 啊 不是 哥 就要他这么仓狂啊 他明显这不就 摇旗拉喊叫嚣的吗 咱真要生他啥的时候 他可能就晚了 哎 不用 啊 不用惹他先 啊 作官欺骗 看他啥意思 不是 大哥 别说了 旁边的二臭 啊 也是满了肉的兄弟 还有丧利 这不都是他的兄弟吗 丧利讲话 那个 主管 这阵吧 这个杨坤 应该他妈是应该低调点 但他确实有点高调 行了 别说了 啊 我说了啊 先别招惹他 看他们下一步他咋个意思 也就在这个 马力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说杠 说大伙 说谁也不用招惹他 看他怎么傻意思 啊 那老铁 但这个孟献周啊 这小子呢 就属于啥型 典型的就是 他妈的替大哥 人家皇上不提 太监急 就那会儿 他急于绿工 马力柱手下兄弟也贼多 那种啊 你包括孟献周 还有还有 还有那个亲哥哥啊 孟献伟 都是马力柱兄弟 就和解说我大哥他妈 怎么的啥意思啊 不出头啊 啊 这他妈杨坤都拉拢人了 开始啊 那不行啊 哎 这不嘛 这人是个唬人 那就在这一天 咱说正日子嘛 人家就把大哥 人家没这三 孟献周 领着当时弟 有七八个八九个兄 啊 而且拿着几个家伙事 来了 啊 来了 就在梁邦大厦 他也知道梁邦大厦 因为那时候 把那个哈尔滨都传出来了 说给哈尔滨梁邦大厦 杨坤要组织聚会 那老铁 元南他们改屋里面 这时候杨坤讲话 说大伙啊 啊 那个一会儿把被动的酒聚起来 咱们大伙喝两杯啊 今天庆幸啊 正说话呢 在外面就跟他超着把火的 因为门口有这个 杨坤的兄弟嘛 有这么齐巴个 给他站岗啥 躺着点来人送过鞋的 啊 说你们找谁啊 有人就认识 哎 这不满力度的兄弟吗 孟邦大厦点话呢 让他们杨坤出来 啊 要杨坤出来 听不听见 啊 有几个小爷瞅不着 哎 大哥 我我哥办事情 你别给他捣乱啊 哎 怎么回事 这时候这一抄着老铁 杨坤就听起来 杨坤在台上 瞅了一眼小刀 那意思啊 去看看 小刀随手就带了几个随从 来到门口一推门 正好啊 小刀推门就看见孟贤舟了 啊 孟贤舟领着八九个银 瞅小刀 咋的 小刀讲话呢 不是 孟贤舟 你啥意思啊 啊 咋场了 他妈咋不咋场子的小刀 你别跟我俩逼别啊 要你大哥出来 你大哥咋收头误会啊 啊 杨坤 杨坤 给我滚出来 哎 他这一喊小刀 有人说小刀干他呗 杨坤就告小刀了 说小刀啊 别惹他帮别 因为马力柱的兄弟啊 确实马力柱这宫子 咱说势力匹 这个杨坤稍微大一点 整不了他 都吃亏了 他俩都扔了下来嘛 哎 说有点啥事 忍忍气 但这宫子小刀的 一改外面的 越操作声越大 也就在此时老体啊 谁呢 哎 杨坤一听 听着了 旁边那个 就离着舞台 比较近的门口 杨坤就听着 杨坤一眉眸一皱 啊 摆个手啊 说大伙先吃吧 那个我这边有点事 来个朋友 我先处理一下啊 哎 说大伙先吃吧 我就不讲了啊 哎 底下闹得哄哄的 李远干嘛 听不着门口说啥了 但离得近的桌子 直到外面好像有人闹事 杨坤这就赶紧下来了 杨坤这一下了 一推门 就看见当时咱说 来的孟宪州 啊 杨坤这时候 其实跟马力柱 是平级 平级做的大哥就算 但是孟宪州就属于 马力柱的小老弟的 这杨坤推门一出来 看见孟宪州 孟宪州一瞅 杨坤 他妈说头无为啊 出来 杨坤一推门 杨坤 感谢观看